第2回合 歡迎大家收看第2回合的賽事 第1回合後兩隊比數相差很遠 這樣的情況下 很難令人不覺得第2回合只不過是例行公事 當然歷史上都有很多反敗為勝的故事 不過目前來看這個機會我覺得挺渺茫的 非常令人難忘的一個球場 比賽也多了分色彩 開球了 拜仁慕尼克對AC米蘭 拜仁慕尼克第一回合黑場贏球 接著就反彈自己大本役 看來很大機會入八強 哥斯達一個好球 及時解圍 對,有沒有隊友可以拿回球呢 撞低了他 是突破的好機會來的 試一下撞過去吧 機會來了 射門 吃不應 防守那邊鬆口氣 其實現在有多少個球員 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在中路這樣突入 起腳,抵讚 很簡單 向右翼傳出 好,現在一個傳球 傳過去射他 入球了 這個球入了 值得欣賞 就是他們不僅是搶球那麼簡單 還要是拿到那個球之後 怎麼做那一下好厲害 就這樣做 他叫他以後 會出雲 好期間 好期間 勝利 好期間 一手 夠了 已成功 解圖 我以後 我以後 球全向左翼 AC米蘭控球時間足夠長 不過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哥斯達可以試試切入 比利利亞踢走球 華拉尼 這樣就終止了攻勢 剛才真的是牙煙 簡恩,位腳直線 有空位?給他吧 傳回傳,這次行不行 這球進了 看起來這麼容易 對方連登尾也看不到 我就是同情龍門 他被後衛擋住了 聽到雞聲了,上半場遠 He-Man,平手上半場 今天這場球對他們來說 好像很容易踢 會否這麼容易就能贏球 大人茂尼克,領先2比0 看來多順利 下半場,現在開始 這個直線力 馬握機會 又入球,完全不收手 入球了 剛才比球遲一點就會越位 現在剛剛好猜面 我相信大家都猜到 是時候換人了 他們換了飛毛腿 看來可以有些貢獻 有些貢獻 有些貢獻 這球的球 這個球能傳出去嗎 跳到盡頭一點 這個球 這個球 解圍成功 有些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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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全向左翼,這腳席有機會射 搞定 又入一球,整場球在他們掌握之中 球好像炮彈一樣,搜捞完沒得救 這個球射起來好像用了全身的力 即是沒有奇蹟都不可能擋到 是時候要換人 這個時候換些有氣有力的球員 進來也很適合 現在哪一隊有優勢?看來也毫無疑問吧 誰會追到這球球 基菲爾,斯古神 簡妮向前長轉 基定亞,很巧妙的傳送 可以解圍 換人了,兩隊都換了 這個決定又不錯 在沒甚麼壓力的情況下 讓些年輕球員上陣可以累積一下比賽經驗 橫傳按出來 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了 這個直線漂亮 兩邊都追著球 又沒有下單 試試一下扣過去吧 過多人準備要射了 這球半靚了 真的不流情了 看來入球應該陸續有來 有你了 A.C.米蘭決定做最後一次換人 今天他踢得很賣力 所以弄到現在沒什麼體力 好像大人欺負小孩一樣 截準球球解除了威脅 基地打 有機會 龍門看得慎一慎 他們選了一個短的 差點 第六顆 是短拳 來的 射吧 可以去慶祝了 可以說是落井下石 這樣贏法也贏那麼多 有機會拉開的比數 當然要繼續把握 好 聽到完場的雞聲 在他們前面的就是第二輪 之後還有很多關要過 不過都是個好開始 Aman,怎樣看 這些叫雙逆齊飛 兩邊都看到他們很多攻勢 左邊又有,右邊又有 對手撐不住 補充多一句 就是兩邊出球這種打法 你看起來就很容易 也好像很好看 其實是需要對球很有默契才行 又是時候說拜拜 真是很感謝Kim Yang這麼專業的講解 今天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對手撐不住 也好看 說出來 我為什麼要是來自一堆 看看 你什麼要無事 還是不一定 你這個打法 也好看 應該是這裡 你現在不是這裡